菜来了 齐活 你说这 本来说好了 你干什么我跟你干什么 你那做菜 我 我也做不了 今天课到的话呢 咱就不说了 我先敬你三杯酒 这第一杯我敬你 谢谢你 装伤了我的腿 让我认清了 兜莉这个小三 和张慧这个大混蛋的真面目 这第二杯酒呢 我敬你 谢谢你 在大雨之夜 没让我死成 让我把积压在心里多年的苦快 一吐而尽 你 你慢点 你少喝点 第三杯酒 谢谢你 一直在背后支持我 鼓励我 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能够让我去面对 工作 面对多年来的自己 多年来的不痛快 终于可以跟他们说再见了 行 我 我也敬你三杯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这 和这个我还行 这这我这 看你老想帮你做点什么 但又不知道 做什么好 怕做错了 为什么 就是 下大雨那天 你 把你 那么多年藏在心里的话 一股脑都跟我说了 你说明 你是把我当朋友的 你把我当朋友 那我更得把你当朋友 为朋友 那就是两里茶道 谢谢 来 咱 咱 咱别 别满上行不行 满上 干杯 吃菜 温队长 有什么问题 辞职以后打去干什么 还找工作呢 还没想好 不过你说得对 就算我消消了脑袋 姐姐的五百强的又怎样 还不是操得卖白粉的心 赚得卖白菜的钱 还不如像你一样 做个小老板挺好的 那什么意思啊 打算如何啊 别逗了 张庆的事我又不懂 不过我倒琢磨着 是不是可以开个饭店 要不懂 比如说 川菜馆 你想啊 现在吃酸料的人特别多 我呢又是四川人 我妈妈从小就在我面前 做这些菜 最主要的是 我有做菜的天分 你别说啊 这还真是个办法 真的啊 绝对没问题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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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喂 喂 你去找天秦了吗 我找他干嘛呀 对了 他打电话回家了吗 钥匙有 还想打电话问你吗 他都不想回去 你还理他干嘛 你 算了你告诉我 好大志在哪儿 我去找他 我哪儿去了 他住哪儿啊 我知道你也不许去 我告诉你去 他要针着好大志了 这回我离定了 你这孩子 这不是给你吃的 小两口吵架 差不多就行了啊 赶紧回去 你去 公警罢的 赶快给我回去 我不回去 他要是想让我回去 他咋就来了 到现在一个电话都没有 他以为只有他有脾气啊 你不打 我打 不行 你也不许打 这孩子 我告诉你啊 正一来接你 不许再耍心去 听见没 阿姨好 请问天津在吗 在 来 进来 进来 来 来 叔叔您也在啊 好好好 快请坐 请坐 姐 阿姨 你别忙了 我过来就是跟天津说两句话 姐 是正夜让你来的 他怎么自己不来啊 他没让我来 是我自己想过来劝你两句 天津 这小两口吵架 很常见的事情 你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 听姐的话 跟我回去主动认个错 正夜那边呢 我再帮你说几句好话 这事就算了了 提米姐的话 跟天回去吧 我不回去 正夜她姐啊 不是我替天津说话啊 刚才你也说了 小两口吵架那是长事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你现在给这个正夜打个电话 让正夜到这儿来 咱们把问题给他们解决了 让天津跟正夜回去 好吗 好吗 叔叔啊 我这次来不是来告状的 我们家正夜呢 也不是不愿意过来见天津回家 有些事情我不太方便说 要不 你还是问问天津吧 她跟她那位前男友 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 没干什么呀 那我问你 这段时间 你忙前忙后地 问你那位前男友 租房子 找工作 大半夜还陪人家压马路 而且那个好大志 还口口声声地说喜欢你 我说的是事实吧 是啊 不 那又怎么了 我还不能帮我自己朋友了 那也得看是帮什么样的朋友 叔叔 阿姨 那个好大志 你们应该听说过吧 就是那个跟天津谈了半年恋爱 最后突然间就消失的那个 这回他一回来 就教唆天晴跟我们家正夜离婚 把我们家搞得是天翻地覆 二来给平平礼 就算我们家正夜好说话 他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哪 是不是啊 我不是没答应吗 你要是答应了 我今天两天在这儿吗 那你也不 都不要说了 正夜她姐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先回去 我和她妈妈了解一下情况 我们两个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就麻烦二老了 不过二老放心 正夜那边 我也会回去劝她的 俗话说 床头打架床尾和 但这两人 也得睡在一张床上才行啊 行 那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那我就不送了啊 好 你给我站住 坐这儿 你说你和那个好大志是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啊 没怎么回事人呢 找加莱简直就是丢人 我问你 好大志是干什么的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这不还没来得及带回来呢嘛 他就走了 你还有理了 别生气了 能不生气吗 你听听人家庆简直怎么说的 说你老江家女儿不靠谱 说我脸上了 江天晴 你不是答应我非正业不嫁吗 我答应你嫁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我也没说我后悔嫁给正业呀 好大志现在这么困难 我怎么能不帮他呢 你帮朋友可以 可是你别忘了 他是你以前的男朋友 你帮他又是找工作 又是找房子的 哪个做老公的不在意这个呀 你也帮他太过活了 你跟他说这个没用 他那脑子要不犯糊涂事情 能成这样吗 江天晴我告诉你 你现在必须跟我办两件事 第一 再不和那个郝大志联系 连他们有没有不要提 第二 赶快回正业家 给人赔礼道歉 好好过日子 你再出幺蛾子 这个家门你不要进 凭什么就我一个人道歉呀 他也有做好吗 没听他跟我吵家说那话呢 多难听啊 再难听 你先给我忍着 我不 就算你们俩今天把我赶出去 我也不回去 你回来 爸 妈 这次呀是一个快餐连锁店呀 业主门下呀 有好几处店面都是空着的呢 只要你们把这一次装修给弄好了 接下来所有的活儿就都是你们的了 大海哥 大海哥 我相信你 你是最棒的 加油 加油 先坐 坐 老婆 你说这个 这个业主名下还有好多物业控制 我跟你说 凤姐你放心啊 这一单我们一定好好干 加倍努力地干 你跟那业主说 等我出了名以后 给他代言 代言费打折 好了啦 你烦死了 等你出了名再说吧 您先去财务那儿把合同签了 快去 你签合同这事 你得老板去 应该办 不是办个老板吧 你就替我签了吧 不是我 你赶紧去了 跟那个玉凤谈点事 你演的家 那玉凤 我想请你帮我一忙 什么忙 你就帮我问一下那业主啊 看他名下还有没有这个 物业要出租的 位置好一点 面具不用太大 几个平米就行 干什么啊 你要开店吗 不 是 是我一个朋友开店 我帮他问一下 不 不 你要是太为难就算了 不为难 不为难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去帮您问的啊 行 那我先信 待会儿有什么消息 你就给我打电话 好吧 我先去一趟健在市场 你先站上 好 好 谢谢了啊 我 我先走了 大海哥 你别着急啊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放心 吃点水果吧 没胃口啊 前来你先坐这儿 我的闺女啊 你说你爸爸我当了这么多年干部 算能说能会说的吧 你不知道郑爷她姐姐来说的话有多难听 躲得我一句话都没有啊 你酒完没完哪 行了 爸 妈 我进去劝劝你 我去劝你啊 我去劝你啊 怎么说你啊 我觉得爸说得对 这事本来就是你错了嘛 你是我亲姐吗 我是你亲姐才这么说你 结婚不比谈恋爱 你说她当人家老婆了还跟前男友纠缠不起 人家郑爷真是个好男人 赶紧回去跟人道歉去 我以为你来了 我多一同名相怜的呢 这倒好 你也帮着她 我是在帮你 郑爷这么好的男人 你别等到丢了时候 你才后悔啊 你也是 回来了 明天去姜家把天晴接回来吧 你怎么知道她在哪儿了 她不在那儿还能在哪儿啊 难道你希望她在好大聚那儿啊 我今天去姜天晴家了 看见她在哪儿 我也把整个事情呢 跟他爸妈都说了一遍 没想到 那老爷子还算讲道理 答应我会好好教育他 所以你也就别端着了 明天去把人家接回来吧 我没端着呀 我可不去啊 他自己走去 应该自己回来 没想到我弟弟 还挺硬气啊 姐姐跟你说啊 这个女人呢都要面子 她要面子 我还要面子呢 今天一个好大事 明天一个好儿 我受不了 那你给我回来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人家现在是你老婆 自个儿老婆老在娘家住 都算怎么回事啊 这不让街坊连去看笑话吗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两个 就算再有矛盾 也得在自个儿家解决 赶紧把人家给我接回来 我不去 要去你去啊 我自己说不了自己 江天天还是不是你老婆呀 嗯 你没想到尴尬 我都给你了 我都给你了 小王子 大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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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好消息 大海哥 好消息 好消息 大海哥 你怎么来了 你要我帮你打听的事情 我都已经帮你打听好了 那怎么样了 那你不让我进去坐坐呀 不是的 车里太乱了 你就坐 坐这儿 这凉块 这凉块 坐 坐 那怎么样 你呀真的是太幸运了呢 人家业主啊 刚好有一个门俩是空着的 人家刚一退租 我立马就给你摁下了 真 真 真是太感谢你了 那你说说 你打算怎么样谢我吧 要不这样 那个改天我请你好好吃一顿 怎么样 干吗要改天呀 反正我今儿都已经来了 那你今天就要谢我 不是 今儿都这么晚了 好点的餐厅都关门了 那不吃饭也行啊 咱们看电影吧 漂我都已经买好了 大半夜的看什么片影啊 这可是全球首映啊 我排了好长时间 对才买到的 再说了 我帮了你这么大忙 你就不能陪我去看电影啊 行 我换点儿衣服啊 嗯 你快点啊 可以 你 哎 我换主菜 天青 天青 你再不起来我进去了 你干吗呀 这这上班了 不用这么早吗 换好衣服 上班之前先把正事干了去 你干吗呢 找你的牛领 爸 人我给你带来了 你待会儿可别跟人家吵架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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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家伟 我叫什么都不说 你去帮你走去吧 我再说一句 好好来回家 行 我先上边去 好行 去 爸 我走了啊 好啊 你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 这就是第三者叉索 这是破坏别人家庭 那郑叶大姐说天晴说得更难听 叔叔 您看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您呢 是天晴的父亲 我呢 是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够给天晴幸福的人 我倒是觉得 您应该站在我这边才对啊 凭什么 郑叶是我名正言顺的女婿 你算什么呀 不是 叔叔 我必须得跟您解释一下啊 我当初就说过 我人生中有两大梦想 一个是牛铃 一个就是天晴 我爱天晴已经爱到了 无法自爬的地步了 我说这些您能懂吗 叔叔 您 我不记您这个岁数 您可能不会理解 我们年轻人的心的 我不理解 老爷 我年轻过 你老婆吗 该经历的事我都经历过 爱情可以说得虚无缥妙 但婚姻就不是这样 婚姻是一种责任 但是是这样啊 有婚姻的人 这两个人他未必是相爱的呀 就像是天晴跟郑叶一样啊 你怎么知道天晴不爱郑叶啊 天晴为了嫁给郑叶 差点和我断绝妇女关系 你知道吗 这 这 这是天晴能干出来的事吧 不不不 叔叔 咱都抛开这些话不说啊 就这次我回来以后 我发现天晴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并且我呢 也是愿意为天晴付出的 甚至我可以给天晴 一份同样的婚姻呢 我知道 你和天晴相恋 也很真挚 你这次回来姜天晴要不认识你 那就不是姜天晴了 因为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干部的家庭 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干部 但是我教给她自我人的道理 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利 去影响别人的利益 一个人不能为了自己的爱情 去毁了别人的爱情 况且姜天晴现在有家庭 你不认识你 大致 你说你要娶姜天晴 姜天晴要和你结婚 她就得离婚 她的家庭就得破碎 这不光我和她妈妈不同意 你也不会得到任何人的祝福 得不到祝福的婚姻 你觉得幸福吗 伯主 我现在才明白 我一直单方面地认为 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够 给天晴幸福 现在听您这么一说 我才发现我真的是在 破坏天晴的家庭 并且让天晴在生活上 处于一个两难的地步 我都变成了这个世界上 唯一 唯一的一个 不能给天晴幸福的人了 我变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自私的人 叔叔 我明白了 我以后不会再见天晴了 天晴也跟我说过 你是一个有理想 有抱负的群演 天晴还给我说过 你为了追求事业 现在经济上 因为有点紧张 这不光天晴可以帮人 我和他妈妈 也可以帮助你 我们不是可怜 不是同情 你懂吗 我明白了 叔叔 我现在的生活 确实是有点窘迫 但是 但是毕竟我还是个男人 我会想尽千方百计地 把我的生活安定下来 等我把生活这边 安顿好了以后 我会努力地把天晴的钱 都还给您 我当面还给您 并且我绝对不会再见 天晴一面的 您放心 我说话就能做得到 你也叫我半天叔叔了 我尊重你的选择 叔叔 我也非常非常感谢您 您今天能跟我说出这个 这番话来 我也谢谢您 那 那 叔叔 那我就先走了 好 好 好 姐姐 喂 张晏啊 是我啊 天晴 我走了 带着对你无尽的爱 我向着梦想再次启航了 此生与你无缘 是我最大的汗室 但没有关系 我会把你放在心里 在脆弱的时候 你仍然会给我勇气 我很羡慕正面 也真心地祝福你们 就此别过了 后悔无期 说一千道一万 这次你们两个吵架 就怪天晴 他犯糊涂 我不互断 是他的错就是他的错 至于那个郝大志啊 他答应我了 说他明天一早就走 再不回来干扰你们生活 正义啊 我以一个当父亲的荣誉 向你保证 天晴不会再犯第二次做 爸 您不用赌这么大 我肯定相信你 相信我有什么用啊 你要相信天晴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新人 说实话爸 我真的没有怀疑过 天晴跟大志之间有什么 我相信天晴他不是那种人 看来我是没看错你啊 可是 你 可是什么呀 我心里最清楚了 男人就他碰上真的事 我也一样 但是作为男人啊 心胸要开口一点 要往远处看 过日子是你们两个 既然天晴承认错了 把他接回来好好过日子 正义啊 你忘了你当初 求我和你妈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啊 说把天晴嫁给我爸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有什么困难 我都会对他好好挨他 我不怕受委屈 忘了 爸 那 我今天就把天晴接回去 这就对了 你说带我去个好地方 原来就是坐在这里 看着这些人走来走去啊 周大海 我正没看出来 你也喜欢看姑娘们的大腿啊 你说什么呢 我是干正事呢 我问你啊 就咱们坐这两个小时 这面前经过多少人 你数了吗 我数的干吗 我数的呢 从最近这一个小时开始算啊 前面一共经过了966人 也就是说 每分钟是16个人 这两边一共有两座鞋子楼 现在是上下班时间 到晚上 人流还要翻倍 另外对面 那条街呢 还有一个商场 一个电视院 也就是说周末 人流也不会少 你跟我说这么多 什么意思啊 好吧 你看那儿 看什么 那川菜馆开在那儿 你觉得怎么样啊 好啊 这个地方开饭店还是不错的 嘿嘿嘿 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 在带你来之前啊 我就去看过了 那原来啊 就是一家餐厅 那里头厨房设施都是全的 你要是偷懒不装修的话 直接换个招牌就可以开业了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当然不是了 那儿我都问过了 那原来啊 租金是一年三十五万 现在因为那个业主啊 是我的这个客户 我跟他谈了半天 最后降了三十万 但就得年付 一次性付清 行啊周大海 我才说要开餐馆 你这么快就帮我找到地方了 嘿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哎呀 这凡是跟房子有关系的事啊 就没我周大海搞不定的 怎么样 待会儿咱们就过去看看 你要觉得合适 咱就把合同签了 等一下 不是 怎么了 我算一下钱 我现在账户上 一共有五十万块钱 扣除三十万还剩下二十万 但就这二十万我还要买材料 装修 请员工 还得办手续 最关键的是 我们店开业以后 不能没有预备金 所以这个钱上 可能有点紧张 你看这样行不行 反正你跟他们家认识 要不跟他们商量一下 我按岳父 按继父也行 我保证按时交租 一分钟都不会晚 那这样 待会儿咱们先去看看 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剩下的我来跟他谈 怎么样 光看这个地段和店面 就已经很合适了 三十五万块钱 我也能接受 只要别让我一下子 拿出这么多钱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 那五万块钱是这么好挣的 这样吧 那个装修呢 你就索性扒给我得了 工程费我给你免了 你就出点侠料费就行了 怎么样 周大海 我发现我这辈子 做得最对的事情 就是认识你 谁呀 是我 姐 大海 门开着呢 自己进来吧 那怎么不锁门呢 我发现了 姐 你拿着通知车 送我去趟银行 明天吧 我累了 我 我有急用 要不我从这儿给你啊 你自己去啊 别跟我说 你还有那银行恐惧账啊 不是 那什么 我这取的数比较大 我派回来银行 需要那个户处本人出面 户处谁呀 多大啊 还得本人出面 三十万 三十万 干吗呀你啊 周大海 你不是又撞人了吧 我 我就没有 我现在开车小心着呢 那就是公司破产了 我 我 我就能俩人的皮包公司 我破什么产呢 那你到底干吗 要要那么多钱啊你 让我着急 赶紧说 不 你甭管了 我有急用 有什么急用啊 我跟你说 不不不说清楚 我不会把钱给你的 我跟你讲 那是我自己的钱 我自己拿来不行啊 你凭什么不给我 你赶紧 当然就不给你了 我说你姐 那钱是你辛苦的正来的 留着娶媳妇的 我不能给你啊 我就是娶媳妇 行了吧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你啊 她 那什么啊 那个 二 二魁啊 她 二魁怎么了 二魁我前两天才看见她 唤不乱跳的 二魁出事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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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二魁 是二魁她 妈 对 她 她妈 她妈病了 什么病啊 是 肝癌 不是 怎么会啊 二魁 要说这二魁 那孩子她全是她 有点神神经经的 可是她人挺好的 她妈妈怎么就癌症了呢 所以你别 别急啊 不是 不是 查 查 查出来就好办 不是 就有志 不是 周瓦涵 你冷静点 冷静点 冷静点 可是 可是她妈妈肝癌 那手术要三十万块钱啊 她 她去肝癌嘛 她 她得做手术 她那个 这手术要是 万一要不成功啊 就可能得 得换肝 对 换肝 换肝 这换肝那没准 这三十万都不够呢 你也知道你二魁 她在我那儿打工 她挣不了多少钱 但是孩子 求不到我了 对吧 这不能不管啊 管管管 这不就三十万吗 这 这钱重要命重要啊 对不对 是 是 是 这事咱们一定得管 一定得管啊 命重要 人命都没有 要钱来干什么呀 是吧 对对对 这忙咱们一定得帮 二魁那孩子真的是不错的 周大海 我可提醒你啊 你可得好好地保重你的身体 别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了 你说你挣点钱不容易 是不是 不要到老了再拿钱去医院 看病吃药什么的 是 是 是 你放一百分心吧 我每年都做两次体检 你赶紧去拿这存储 带着银行关门了 是 是 等着 我这儿就去拿 这儿就去啊 你别急啊 你别急坏身体 就是钱的事 二个他妈 对不起了啊 客户签得住 您可以请签 好的 给 您请点一下 好 阿姨 我有义务提醒您一下 像您这样携带这么多现金 请注意安全 如果您需要 我们可以安排保安部索您上车 不用 不用 我家里人跟我一起来的 谢谢了啊 那您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 好好好 谢谢啊 再见 您好先生 请问有什么事吗 那个什么 猪肉丝 还有什么 那什么 还跟我一块的 好 这样的 好 不好意思啊 好好 看见没了 让你进去 你不进去 人家把你当坏蛋了 哪有我这么帅的坏蛋 别问了 给 三十万块钱 赶紧给二伦回去送去吧 我告诉你啊 拿这么多钱 别到处乱走 行 那我先送你回家吧 回什么家 你赶紧走吧 我自己走了回去 快去 好 我走了 好 走了 好 走了 快去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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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饿吗 我给你泡个面吧 要不然咱俩一块儿看个电影吧 你干吗去啊 我有点工作 你先睡吧 你什么意思啊 干什么了 你不想接我回来你就直说 从回来你就垮着一张脸 你打游戏打呗 屋里打呀 你跑出来干吗呀 谁说我打游戏了 我这是工作前调剂一下自己成绩不行吗 你少给我找借口你 我知道 你还在因为好大智事生气呢 不是 你生气你就说呀 你摆一张成脸给谁看呢 天晴 天晴 这事不都说过去了吗 你又提他干什么呀 你这儿像是过去了吗 你自己看看自己这态度 算过去了吗 我态度怎么了 我态度怎么了 就算我有点生气不应该吗 天晴 你本来就应该正经经历 跟我说句对不起 我说对不起 你就不会生气了吗 我就没见过对自己老婆 这么小气的男人 你还知道你是我老婆呀 那我问你 当人家女朋友和老婆有什么区别吗 我告诉你 女朋友是可以选择大不了分手 老婆就不行 我已经不是闹着玩的 姜天晴 一个前男友的出现 让你这么掏心掏肺地为他忙见忙后 你现在这样的态度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你知道吗 我承认 这次的事我要负大部分责任 那你也不能这么没完没了的吧 谁没完没了了 我上课他把你接回来 我一句话没说 你批都干了一顿性质问罪 谁没完没了的 这是小叶 谈恋人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你现在怎么这么不合理喻 我跟你谈谈说没法 你这么进不去欲货呀 你在女人 你这么进不去欲货 你也就 你吵着吗 又怎么了 天天 怎么回事 我洗澡菜 你对货吧 你对货吧 我来買来 dés�着 奶油 我来 ke匡国 天几呢 还没起啊 不知道啊 她快迟到了 你赶紧再来起床 不睡 姐 我上班去了啊 你不吃早餐了 饱了 没吃就饱了 没吃就饱了 你俩打算拿到什么时候 现在闹得又不是我 家和万事兴 各退一步得了啊 你别别让我退下 你让她退下 你个大老爷们儿 怎么欠量这么小啊 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啊 走 走 走 你呢 好 你咱们儿子 不是她的 像人儿子 你也不能不来 你别让你再来